仙秦時期 哲人背出 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史最輝煌、最燦爛的一個時代 在這個時代 其中一部出現的思想巨著 就是只有五千多字的老子 亦都是後世人一般所說的道德經 我們會說道德經是老子的著作 但在歷史文獻裏面對老子的描述少之又少 尤其當提到老子晚年出關離開中原之後 最後亦只能提到他莫之所蹤 那到底老子是否真有其人 他到底是誰 仙秦時期 在中國思想史上百家爭鳴的時代 各家各派都有代表人物 例如儒家有智聖先師孔子 墨家有墨迪 雖然他們生活在他們現在兩千多年前 但幾乎沒有人會懷疑他們是否真有其人 既然是這樣 為何會有人懷疑老子 是否真的在歷史上出現過 其中一個現代人覺得的疑點 就是仙秦文獻裏面較少有關老子的記載 我們看到最早又完整記載老子生平的傳記 就是西漢司馬遷所寫的史記 這個時候已經距離老子所生活的年代 四百多年之後 現代人抱著儀古的態度去思考無可後非 但其實老子的時跡在擅長文獻莊子 呂士春秋也有記錄到 我們不要忘記道家講求隱日 講求逍遙 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形容 老子是一位隱君子 一位隱世的君子 他並不像當時其他思想家一樣 周遊列國說服諸侯 相反是有人去主動拜訪這位隱世的君子 這件事就是記載了在經典中的 《孔子、文禮與老子》 孔子曾經轉成為了文禮去拜見老子 這件事記載了在道家經典、儒家經典 以及司馬遷的史記之中 司馬遷還提到老子、姓李、名叫義、自丹 是楚國府怨人等等 姓李?老子不是姓老的嗎? 原來先秦時期是沒有李這個姓氏的 只有老姓 而老和李是當時同音字 同樣以和丹兩個字都是意思相近 所以我們講李以、老丹都是同一個人 民國時期 不少學者因為《道德經》的內容問題 對他的時代提出質疑 因為他是遲過儒家四書五經出現 甚至是在看初的時候才由人道贊出來 不過當1993年 在湖北省京門市沙陽縣紀山鎮 郭店一號大帽、老子竹簡本出套之後 這個疑問也都一掃而空 因為這個帽的年代 大約是在公元前四世紀戰國中期 雖然郭店楚簡和西漢初年白書本老子 和現在我們絕大部分人所看到的通行本老子 在文句和編排上是有些分別 但當中對宇宙本源的描述 對何謂自然無為、虛正、柔弱等等的展述 這些思想內容都是貫徹如一的 要讓我們世人明白奧妙的大道 並且將它傳流下來 就要依靠文字 在道教信仰中 老子的道德經不單被譽為中國哲學的巨著 還是教化世人大道真理的經典 道教相信 老子不單只是歷史中曾經出現過的一位視常家 老子其實是三清三景天傳之一 太上老君道德天傳的化身 天傳會以各種形式教化世人 而太清報告中提到 太上老君徐方徹教力劫道人 用今日的說話來說 即是說太上老君會在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時代降生到人間教化世人 可能你會問 既然天上聖真神力那麼廣大 太上老君更位居三清天傳 為何不直接將人叮一聲就點化呢 大道玄妙 如果人不是親身去經歷、體悟 有怎樣能夠得悟大道呢 瘦有勤諾、道無親疏 經典就放在我們眼前 我們會不會拿起它、打開它 靠的不是甚麼機緣 而是我們自己 爹 自然 我會不會拿起它 我會 生火 我會不會拿起它 我會別人 也會想說太陽 太陽 相反 兩 從來 面